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你的儿歌充满红针红曲 还等什么 按照屏幕下方显示的地址赶紧给我们投稿吧 说不定孩子们最最喜欢唱的就是你的那首 音乐的表达不止一种 梦想的方向不止一个 不一样的音乐舞台等待你的梦想 活力绽放 来吧 梦想之灯即将为你点亮 我在这里等待最动听的歌声 我在这里等待你的纯真和可爱 得到奖杯了 我在这里等待最具个性的音乐 妈妈我爱你 音乐在你心里 梦想在你手中 点亮梦想 能你长大 点亮梦想 能你长大 耶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深圳的 KING BOYS 看看这三个帅气的小男生站在我的身边 想到了我儿时的偶像 小虎队 对啊 我们这是灵灵后的小虎队 灵灵后的小虎队 那你们对小虎队了解有多少 小虎队当中那三个人分别是 霹雳虎 小帅虎 乖乖乖乎 那你们三个是什么虎 我是霹雳虎 我是乖乖虎 你是小瓦夫吗 我是小帅虎 小帅虎啊 那你们每个人的担当也不一样 对 有负责唱的 有负责跳的 有负责颜值的是吗 对 那加入 那把我吸入到你们这个组合 好 好 那你们给我安排一个任务 我是什么 颜值担当 主持担当 又有才华 又有万一 我自己都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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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的舞台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给人家梦想 当年长大 加油 加油 有请Ting Boys组合上场 我自己都觉得 有冷淚和汗才能洗淨离合悲欢 若你才会有今天 有承诺才有明天 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 你永远都是我的最初 永远都是我的开始 天和地永远彼此承诺 我彼此曾经惆怅的恢复 曾经心酸的祝福 都在有情岁月里 写下一页永恒的故事 星光依旧灿烂 真心依旧没有改变 有了泪润 太能洗淨离合悲欢 你才会有今天 有承诺才有明天 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 失险我的望远 可能大家都很奇怪 怎么我突然就热泪盈眶了呢 咋了 因为我对他们太熟了 我跟他们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个感情就不一样了 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今天三个会 用一个组合的形式来到节目现场 靠着我们这边最最右边的那个 有位大把牙的那个刘雨昕 她刚刚登上舞台的时候 特别的青涩 特别的紧张 我们第一次在音乐快递的时候 连十秒钟的脸都可惜 但是后来她能够出演很多经典儿童音乐剧的片段 你看山都被冰封了 这里很危险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然后今天我突然看到那个大把牙又站在台上 冲我一笑 我就觉得我一下子控制不住我的那个眼泪了 因为不然我会觉得就像我的儿子站在舞台上 再给大家唱歌一样 我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于孩子的那份心 然后王子豪呢 我就更对他更熟悉了 因为他的妹妹 当时是我们班里的小样样 嘴最甜 最喜欢管我叫月亮妈妈 上次我也想参加音乐快递的《等你长大》 但是学校那就非常 这次我也是破例来参加 你为什么要破例也得来呢 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然后呢我也觉得 我以前被我的妹妹样样落下太多了 我想这次来赶上去 你们从月亮姐姐的泪水当中感受到的是什么内容呢 和月亮姐姐一起生活了很多个月 然后月亮姐姐也和我们演了很多出音乐剧 所以我觉得月亮姐姐真的就像一位妈妈一样在我们身边 我感受到了月亮姐姐作为妈妈的一份情谊 非常感动 哎呦 这些孩子们真是小大人啊 都读懂啊 我也感动得不得了 你们在不停的在续母子情 我也感动得不得了 我觉得三个小伙子讲话特别得体 我这很欣赏 你们一支人齐唱 对吧 大家唱的都一样 这就使我有一点失望 你们三个人 如果一个人才唱旋律 两个人唱下声部 会唱得非常美 同样的一个歌 会整个的色彩 特别炫耐 我们还可以再给大家表演一个我们的经典招牌 好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飞得更高更远 今天能否点亮你们的梦想呢 我觉得你们有很好的气质 而且有很敏捷的反应 而且那个唱歌的感觉也很好 我祝愿你们 你们会很快 最多半年就能走到这个程度 我们会努力的 好 谢谢 我同意你们成功 努力你们 谢谢 谢谢 率先点亮梦想 努力一下 谢谢 我会把你们三个 已经当成我自己的孩子去看待 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来说 我可能会更加的严格 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这种期望 所以 所以 我会再期待 等你们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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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这次孩子的表现 我们也非常满意 这次我们没有过 但是是月亮妈妈的 一个高要求 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 点亮梦想 加油 一点都不会累 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 我现在的心情和气水也会醉 我觉得不会疲倦 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 我现在的心轻轻的好像有一倍 哦哦 加入我的航力 白天跳到黑夜 坏了不会吃鬼 谁也必想拒绝 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跳舞不要停歇 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跳舞只靠音乐 三天三夜 跳舞三夜 跳舞只靠海水 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巴巴巴巴 巴巴巴雷 巴巴巴巴 巴巴巴雷 一天都不会累 八岁的北京小妞 能量那小宇宙爆发的 我觉得这三天三夜 一般都是成人的 而且还是得特别有劲 那底气特别足的人 才敢选的歌 你一个八岁的小女孩 为什么选这个歌呢 因为我喜欢张辉妹 为什么喜欢她的歌 因为非常喜欢这股力量 这股力量给我的梦想添加了光彩 我记得你特别小的时候你来过音乐快递 对我四岁多的时候来过 我又回到了这个舞台 你四岁多的时候 你唱的是什么歌 唱的是一首儿歌 跳的一个舞蹈 现在这四年过去了 立马就直接三天三夜了 我就说你这一定看着不是新手 这舞台特自由表现 属于另类 你那个前面高音还靠点谱 你那低音的之间的音程没有音程 就听不出个调 自由唱对也属于说唱 然后你要说唱比赛 你一点毛病没有 你要唱歌 那就前面就都不对了 完全不对了 所以你我觉得你现在这么小的年纪 还是应该杂杂湿湿的 跟老师学唱歌的基本发音音准 每天最多半个小时就够了 用不着三天三夜 又会跳舞多好啊 你的梦想可能就是从事这个路子 对不对 那你就要扎扎实实的把旋律 把音乐的基础慢慢的打好 你就更棒更完美了 你能不能唱一个慢一点的歌 就旋律感强一点的 我准备一学 你嗓子其实挺好的 挺亮的 而且音乐也挺宽的 但是就是没有音高 你知道吗 别哭宝贝 对没有说你不好呀 我们只是给你提一些建议呀 你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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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同意他们两个人的观点 三天三夜这首歌虽然是说唱 但是很难的 对 很难很难的 它很考验实力的 我记得张伟唱过这个歌是吧 对 张伟就凭借这首歌 让大家感受到了 它那种 小宇宙要爆发的那种实力 一下子被很多年轻观众喜爱 你也有 它都多大了 它唱的那个歌 你还这么小呢 所以这个歌对于你来说 我们小为什么不能唱 就像一个小朋友 穿了一个大人的衣服的感觉 但是我们也唱出了 儿童般的可爱呀 你是有儿童般的可爱 可是这件衣服 它要最适合你 你就会更棒 但是它已经把它裁成了 儿童般的衣服了呀 我觉得也很好啊 我也没说它不好 我喜欢它 通过这个比赛 把原来的轨迹改变一下 懂吗 我会改正 宝贝不用说改正 你喜欢的这种风格 你还可以努力 对还可以 打好了基础 你这个风格会更好 好不好 不哭了 你很优秀 在我眼里最起码是最优秀的 好不好 在我眼里也是非常优秀的 在我眼里也是最优秀的 谢谢老师 在我们眼里都是非常优秀的 我猜你哭啊 可能有点像我小时候 就比较要强 然后可能稍微听一点点那个 就有点受不了 我会加油的 好 就因为你会加油 所以唐老师还要鼓励你 太好了 谢谢 我这就不用说了 必须鼓励 点亮梦想 谢谢老师 月亮 月亮 就是你们不知道一个小秘密 她是因为我看到她在一个比赛当中表现好 推荐她来到音乐快递的 所以月亮姐姐算是你的伯乐对不对 对 那我如果不给你点亮梦想 你会怪我吗 不会 你真的从心底里不会怪我吗 真的不会 那你下次真的还会来吗 真的会来 我好纠结 但是我觉得你绝对具备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小歌手的素养 所以我很纠结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我不点亮你的梦想了 我期待等你长大 我希望下次你再来 我看到你巨大的变化 好不好 好 记住我们俩的约定 加油 加油 老师再见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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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以后加油都行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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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表现挺棒的了 好吧 有请童言上场 我别喝花汤 谁家姑娘做穿上 和花连连笔波长 笑也如花隔飞扬 一夜小钟和钟当 谁家姑娘才何忙 和天天天连渡乡 沙约同 花旗赫友 企划 reappe 心挞 プ〔刁曼〔编〕 沙子 年轻石 身孟〔 вы あは 海月 核花 鸣尘 轻轻一双 姑娘 姑娘 在水中央 我感觉这个小姑娘就像那个含苞待放的荷花的孤独 出于泥而不染的那种清新 特别特别喜欢 有那么几秒钟你在表演的时候我就一张恍惚 我好像真的来到了那个荷塘边一样 看到了那个荷叶呀 莲花呀 随着那个风轻轻的摇摆 小河台路尖尖角 早有蜻蜓落上头那样的景色我都看到了 这歌的这个也唱得挺自然的 挺松弛的 唱歌要用感情 我觉得你的度数把握得特别好 也不过 也不少 那样的歌 轻轻战船 姑娘 姑娘 花花一样 何夜 何夜 轻轻一生 姑娘 姑娘 在水中央 江南那种文化 它就从这么小就开始戴上了 淡淡的 雅雅的 反正我特别喜欢 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要三二一一下了 三 我们是否会为你点亮梦想呢 二 一 哇 点亮梦想 我觉得这一次该由鲁月 为我们的小朋友奔发我们的梦想想碑 好可爱 我感觉又开心又激动 再见 赶紧迫不及待找他妈分享 有请王亦菲上场 Zither Harp 忘不了故乡 年年绿花房 人白了山岗 我的小村庄 妈妈坐在栗树下 放着我梦想 我把烧泪树枝 闻那绿花儿笑 摇摇结白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阳光满满泪水 留在树下 给我幸福了呼响 有红生难忘 哦 永生永续 我不能忘 摇摇结白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雕方满满泪水 留在树下 给我幸福人不想 永恒 永生满忘 哦 永生永世 我不能忘 哦 永生永世 我不能忘 我不能忘 请问老师们好 我叫王亦菲 今年十岁了 来自山东 来自山东 但我觉得你有点紧张 你知道我怎么看出来的吗 什么 因为你站在台上就这样 来回百遍 一直没有站地 没关系 小伙子唱得挺棒的 我挺喜欢的 这个歌 你是听谁唱的 你喜欢唱了 方航老师 哎 按说你这个年纪 应该是很调皮 捣蛋的这个年纪 你怎么会唱 这么深情的歌呢 小时候就喜欢唱深情的歌 你觉得深情的歌 跟儿歌有什么区别吗 难理解的 表达的比儿歌还要多一些 可能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孩子 可能是不是压力大 可能他并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含义 但这个旋律他唱出来 它是一种感情的抒发和表达 是不是唱完这样的歌 这种心里特舒服 对 小伙子声音很好 很漂亮 而且在你这个开始变声的时期 你能把声音控制成这样 到高音的时候 能保持这个光泽和那个干净的程度 还有呢 我觉得你这个孩子 好像有一点点早熟 你自己听得懂吗 你这个思想好像比你年龄要大一点 没觉出来 没觉出来 你一米几了现在 一米 你没聊 不知道 你一说话有点像小孩那个劲儿了 你这样的孩子 你让他唱儿歌不可能 他不搭调 好 究竟我们今天能否为你点亮梦想呢 非常好 谢谢老师 支持你 谢谢老师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 而且你的歌声真的很打动我 但是我希望给你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 我希望你在舞台上能够站定 像你的歌声一样 能够沉下来 所以我希望能够继续等你长大 谢谢原来 你不会恨我吧 我希望下次见到不一样的你 好吗 好 加油 没有发挥到自己 全部应该是 因为感觉有点紧张 接下来几样登场进行比赛的是韦汗西现在已经在我的身边做好了准备了 通过你这身服装 吉诺哥哥可以判断出来你觉得是一个蒙古族的小姑娘 对 那你是 壮族的 壮族 那你接下来演唱一首蒙古族的歌曲 那你这个蒙语是怎么学的 是班主任中午放歌的时候我就学会了 然后我的声乐老师是蒙古族的 是蒙古之花 然后他要给我指点一下 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点亮梦想 等你长大 加油 有请回谈起 上海 有请回谈起 打开 街上 有人 转发 进行 哈哈 第二 钦 进行 很 profund 愿 融 我最欣赏它到最后的 远去的那种感觉 用假声唱 黄云斗对他来讲很高了 但是他用假声 把它控制得非常好 非常准确 你刚才唱的时候 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没想到你还能会用 蒙古族的语言来唱 但如果再感情 再伤心一些的话 思念梦中的妈妈的时候 你再想象一下 会唱得更好一些 好不好 我们今天能否点亮你的梦想呢 我们的选择是 三二一 点亮 我们邀请腾老师给我们可爱的小姑娘颁奖吧 我要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 祝你爸爸生日快乐 祝你爸爸生日快乐 谢谢 拜拜 特别好 然后妈妈都被你感动了 你叫什么名字 王上 皇上你好 皇上 是王上对不对 对 我为什么要把他抱到怀里呢 王上今年啊 他只有四岁 是我们这次参加节目当中 年龄最小的一位乖乖女 而且呢 他今天还有点发烧了 身体不太舒服是吧 但是这样的状况 一会儿上台比赛 你有信心吗 有 我们搭起点精神了好不好 为自己加加油 来 加油 加油 有没有信心 有 别亮梦想 等你长大 加油 来 再见 再见 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 有请王上上场 好一朵美丽的末尼花 好一朵美丽的末尼花 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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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梨花 要我梨花 梨花 要我梨花 中国娃娃太可爱了 你是第一次登上舞台吗 对 你太勇敢了 你害怕不害怕 不害怕 紧张不紧张 不紧张 紧张是什么意思呀 害怕 可以啊 你为什么要头上带个花啊 漂亮 漂亮 你唱的歌是什么名字呀 梨花 你见过梨花吗 见过呀 香吗 香不香 香 什么颜色的 什么 我刚才明明唱的是 有白有香人人花 是白色的还是粉色的 在我们家歌了半个月之后就变成粉色的了 粉色的 买回家之后叫我们家歌半个月就粉色了 是不是啊 你别看他年纪小小的 他有音准概念 唱得特别好 瓷背的也特别清楚 而且你那个早那个结束音的那个感觉特别好 你唱到底下那个 到底下那个江拉的时候特别好 可是你还敢翻上去 翻上去那江拉唱的也特别好 所以为这个我也要让你通过 哇 一眼亮一盏灯 你看那个亮了没有 对啊 你想不想让后面那两个也亮啊 小猫 小 那你看着它亮不亮 三二一 看 哇 你在看蓝色的 你数三二一 三二一 哇 三个都亮了 你知道代表的是什么吗 回头 上面写着点亮梦想 你要得到奖杯了 你这又赢过来了 你抱得动吗 宝贝 抱得住吗 高兴吗 高兴 可以跟我握握头吗 祝贺你 加油 耶 那边是谁啊 那是谁啊 妈妈 快去跟妈妈亲一下 我脚被你妈妈捆过去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节目组 谢谢所有工作人员 谢谢 有请开心辈子组合上场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呐 你们好不好 世界是如此的小 我们逐离无处可逃 当我唱起人情冷暖 当你决定 我爱了你的理想燃烧 生活的压力 与生命的嘴言 哪一个重要 我越想要 我 suf 我是一只想下这个小鸟 想要飞啊飞 可怎么样也飞不jak 我只是熏蜜蜜 只是据蜜蜜 一个温暖的外保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我是一只小小的小鸟 想要飞飞却怎么也飞不高 我是谁咪咪 是谁咪咪 一道温暖的最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谢谢 啊 很漂亮的一对姐妹组合 我叫开心 我今年八岁 我叫贝贝 我今年十一 所以就会用开心贝贝 你们两个的名字命名了一个组合 对 我真是在这一对里面 还看到了一些不同 他们俩还分了生部 对 分声部的合声分裂也不对 声音的比例也不对 这个开心的嗓子是不是比你高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你们两个很合理的把那个姐姐 都好多都放到下声部 那效果会好极了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到后面再展翅飞翔那声音可以上 试一下 让他们试一下好不好 来试一试 我试一只小小小小小小鸟 诈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还是诈的唱的 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啊 能炫祭 这首歌高 一唱就觉得我 你看 我这么高都能唱上去 我最有水平 但错了 是因为这首歌 表达出了很多人心中的一份情感 这首《小小小》是一个很经典的流行歌曲 工人体育馆 我还跟赵船合作过这首 我当时在工人体育馆 指挥这个乐队赵船在唱的时候 唱到后来他爆发出来以后 全场都在跟着他唱 我当时很吃惊 我就觉得这个歌怎么能带这么多人心里得到共鸣 我后来想 这人大多数 包括连我自己在那 在社会上都属于小小小 我是一只小小鸟 只有到最后的时候 你唱给自己听 也唱给这个世界听 我其实不是一只小小鸟 你给我机遇吧 我一定能飞得很高 还有那种像天宿说的那样一种爆破 好 我们开心贝贝组合 今天能否得到我们点亮的梦想呢 很喜欢这个姐妹俩 对 你们声音很亮 你们将来肯定会不会特别好的 行了 我先鼓励你们 哎呀 陈老师先给亮灯了 那我也来 鼓励你们 点亮你们的梦想 谢谢月亮姐姐 你们把南枝交给了我 哎呀 两个小姑娘 高音那么漂亮 本钱那么好 但是 本钱好 都是为了唱的好 要用在刀刃上 对 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可是恰好你们的刃 那本情感没有 你们回去再好好想一想 我们唱歌最本质 最核心的是什么 传递情感 那就是我们刀刃上的刃 明白了吗 只需要一闪 人的心就动了 眼泪就随着你下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刃 好吗 好 我选择等你们长大 加油 谢谢 谢谢妹妹 把歌练好 下次再来 好不好 再见 有请 常晚一 上行 在下的花 下的花 花的花 花的花花里 没有人能比你最美丽 在下的花 没人能比你最美丽 那为什么不叫白雪公主 那为什么不叫白雪公主呢 我觉得我没她长得美 你那个体型也好 长得也漂亮 你说是白雪公主不过分 整个你看你最后亮相了一下 包括那个造型 那个非常漂亮 非常到位 但是为什么会选这样一首歌呢 我觉得这首歌很美 我很喜欢这首歌 我听你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总是替你揪着那根心 我老害怕唱不上去 或者就老听这个歌 比较较劲 声音很亮那种 就觉得好听 不一定 让声音通 就好听 所以为什么我听你这个歌 我听你紧张 只是让我感觉到那个香飞 就从我面前 哇 过去了 哇 过去了 哇 过去了 但是它到底美不美 我没看见 好 究竟我们是否能够 今天就点亮大白的梦想呢 还是我们会继续等你长大 我觉得这个孩子 还是很有发展的 但是呢 在声乐上要下大鼓 我觉得香飞小时候 可能就你 所以呢 我鼓励你 谢谢老师 这首衣服是谁给你准备的呀 这首衣服是专门定做的 专门为这首歌定做的吧 嗯 对 能感觉到你 包括你的家长 你的老师 都是一丝不苟的 在为你这个 这首歌做准备 就这份精心 这份认真 这份细致 我感受到了 所以我要为你做到努力 点亮梦想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的压力很大 今天 我选择 不点亮你的梦想 不点亮你的梦想 但是 我期待下一次能够点亮你的梦想 谢谢老师 加油大白 老师再见 很高兴来到这个音乐快递 今天没有成功也没有关系 我会继续加油的 耶 大家好 有请李浩鸣上场 小小少少年 很少烦恼 我会继继的梦想 我会继续加油的梦想 我会继续加油 我会继续加油的梦想 我会继续加油的梦想 不能亮 如果 什么都听你道 我怎么能够比你强呀 如果你为自己做一点 我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呀 打不打不打呀 打不打不打呀 打不打不打 有他的时候我反 打不打不打呀 打不打不打呀 每他的时候我想 打不打不打呀 打不打不打 打不打 有他的时候我反 打不打呀 打不打不打 我看你唱小小少年的时候 我觉得你是一个 比较内向的男孩 然后唱嘚嘚嘚的时候 我又看到你另外的一面 所以你今天是不是想象 我们展示你性格的不同呢 是的 那我不明白 为什么嘚嘚嘚嘚嘚 你非要戴个墨镜呢 因为要傻戴 你前面那小小少年 为什么定这么高啊 还是你们那就 就这一个调的伴奏带 不是 这是专门去生的 专门生的 生错了 因为今天我感冒了 所以没有发挥好 我觉得你就是 嗓子在正常的时候 也应该在降 降一个小二度 李浩铭是一个 阳光帅气的小男孩 我们是否今天 就会为你点亮梦想呢 你是山东林漪的是吧 是的 我祖籍也是山东 我也看到小老乡 也觉得亲切 而且这个唱的 其实还是不错的 就是犯了一个大的错误 定调定错了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责任不在乎 所以我也鼓励你 谢谢 好 看到你身上很璀璨的装饰 我觉得你就是明日之星 所以月亮梦今天就会 点亮你的梦想 谢谢 我是觉得你的这个小小少年 和刚才的那个 就是这个嘚不嘚 这两首歌结合的 我觉得是应接的 就没有任何艺术上的这种 让你觉得很舒服的一种东西 非常抱歉 我要等你长大 李浩铭加油 加油 让你再币 长得调节好再来 有请正好上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暖的回忆 你对我的恩责感动 天和地 为什么选了这样一首歌 我觉得很难驾驭 这歌太难了 这歌呢 是在春节莲花晚会 零点钟声之前唱的一首歌 你这个不是跑调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这个伴奏 不跑调你就自己唱 你自己的音程之间的关系都不对 我们能否点亮 正好的梦想还是会继续等你长大呢 我的选择是 点亮你的梦想 谢谢月亮姐姐 鼓励你帮我点亮 谢谢 现在必须趁着九岁的时候 特别注重基本功的锻炼 因为这个年龄 是锻炼耳朵的特别好的时期 所以呢 我等待你的成长 等待你以后的好的场景 加油 正好 谢谢各位 听众老师 老师再见 再见 继续努力 下次来就正好了 请不吝点赞